为预警地震酿309死,意大利专家判刑6年 因为预警大地震失误,意大利6名科学家和一名政府官员居然被依过失杀人罪,判刑6年 2009年4月,意大利中部古城拉奎拉发生规模6.3强症,造成309人死亡,数百人受伤 许多村庄几乎被移为平地,超过6万人无家可归,灾情惨重 而地震前,6名知名地震学者和国家地震中心主任塞尔瓦吉,曾参与风险评估的特别会议 会后出面安抚民众,发生大地震可能性不大,不料6天后就发生大地震 悲愤的罹难者家属,事后气得控告专家预测错误,提供错误讯息害死民众 意大利法院周一作出判决,将这7人依过失杀人罪判刑6年 并赔偿灾民约台币3.4亿元,判决一出各界哗然 我不懂这个判决,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判决 遭判刑的专家依法还可上诉,暂时不需服刑 中央气象局局长辛赛琴表示,以目前的科技能力 要做到地震预测是完全不可能,判决对科学家相当不公平 曾参与联署声援这些学者的台大地质系教授陈鸿宇昨天表示 判决有罪的确过当,并可能造成学界寒蝉消应 不过也提醒学者,在对外界说明地震时,应事实提出警告 邓新闻综合报道